郑州站比赛为期两天 比赛项目为慢速磊球 共设竞技组 健康组 快乐组 青春组 活力组 长青组六个组别 来自台湾的两支参赛球队 是由各行各业的 慢速磊球爱活者组成 其中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 自从到队伍是年长的 带他们来这里 大家来交流 交朋友 也说自己两岸的和谐 感觉很赞 希望我们每年都会来 带队来这里 跟海峡两岸大家做个交流 我觉得非常好 近年来 玉台两地交流合作 持续深化 慢速磊球运动 也成为两岸交流的 重要媒介之一 比以前更为漂亮 我觉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非常羡慕这个地方 比赛期间 赛事主办方还组织参赛选手 参加海峡两岸企业家 投资推介会 选手看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交流活动 以求会友 以赛传情 来促进我们两岸 体育文化的一个交流 在这个地方 主要是活动 使两岸的民众 感受到同根 同口同源 不仅是体育 比赛交流 也通过文化交流 促进两岸的感情 整理两岸的彼此了解 充分拉近彼此近的距离 我们下车的予充分拉近 币之间 我们下车的予充分拉近 来促进行